SBS是韦田与粉丝互动的一个栏目 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今天就来说一下SBS中角色年老模样的问题 分别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正常版本 一个是非正常版本 首先是陆飞 40岁的时候陆飞看起来有点红发的样子 他只说了一个肉字 60岁的时候 陆飞看起来和卡普非常相像 他嘴里所说的话还是只有一个肉字 非正常版本中40岁的陆飞有点发福 他嘴里说的话是海贼王 你在做什么梦啊 60岁的时候 陆飞直接变成了一个糟老头子 他说可以把那块肉给我 接下来是索龙 40岁的索龙有点雷厉的影子 他说我是四刀流索龙 60岁的索龙看起来和40岁没有多大差别 他说我是五刀流索龙 非正常版本中40岁的索龙也发福了 牙齿也没几颗 他说别用嘴巴咬刀子了 背上的伤口好疼 确定还是算了吧 60岁的时候索龙秃顶了 他说我给你下跪了 拜托你借钱给我吧 接下来是山智 40岁的山智留起来了长发 宛如美男子一般 他说我不会对女人和食材挑肥减瘦 60岁的时候山智留起来了胡子辫子 和蛇骨一样 他说我这就去俄布钓鱼 非正常版本的山智40岁直接颓废了 他说能吃进肚子里的东西 什么都一样 60岁的山智直接活成了嘎吱的模样 他一脸嫌弃地说到王海里投毒 接下来是纳梅 40岁的纳梅依旧活力十足 他说等你长大后再来吧 60岁的纳梅保养的还是很不错的 他说我吗 我已经超过40岁了 看来是有人夸他年轻 非正常版本中的纳梅 40岁就已经变老了不少 他大吼着说就叫你给老娘钱了 60岁的纳梅变成了一个奸诈的老太妇 他奸诈地说到要买魔法之虎吗 接下来是乌索普 40岁的乌索普留了一点胡须 有点成熟 他说海贼戏在呼唤着我 60岁的乌索普依旧长发翩翩 他一脸幸福地说到真令人怀念 那家伙的事情 非正常版本的乌索普40岁也发福了 他吹牛说陆飞是我的徒弟 60岁的乌索普依旧在吹牛 他说索隆啊 他是我的徒弟 如此看来的话 按照正常状态发展下去的话 乌索普吹牛的习惯或许慢慢就没了 接下来是乔八 40岁的乔八看起来有点可靠 他说这里就交给我吧 60岁的乔八看起来比较慈祥 他说拿去吧 包治百病 脑子不好也能治 非正常版本中40岁的乔八凶向毕露 看起来像是反派一样 他说草帽小子 不许再说那个名字 看来是被陆飞给坑了 60岁的乔八直接化身成为终极暴死 他大吼只说快把基点给我带过来 接下来是罗宾 40岁的罗宾看起来比现在还要年轻 他说年轻真好 60岁的罗宾仿佛又回到了18岁 看起来更年轻了 他说能和我一起去调查吗 非正常版本的罗宾40是终于变老了 他说书全都扔掉了 60岁的罗宾留起来了短发 看起来比较奸诈 他说那个小孩值多少钱 看起来像是走上了贩卖小孩的道路 接下来是艾斯 40岁的艾斯貌似是罗杰和红发的结合体 他说陆飞 你还是老样子 60岁的艾斯看起来有点红发的味道 他说我退休了 非正常版本的艾斯40岁也发福了 他说呦 陆飞给我一些钱吧 60岁后直接变成了大胡子老头 他说瞧吧 从金库里面给我拿点钱 接下来是萨伯 40岁的萨伯是一个非常帅气的成熟男人 他说真羡慕那小子那么自由 60岁的萨伯看起来苍老了许多 他衰弱的说到草帽引起事件 不必管他 非正常版本的萨伯 40岁时留起来了八字胡 看起来十分奸诈 他说贵族以外 都是垃圾 60岁的时候直接变身成为一个流浪汉 他说你知道陆飞吗 他是我的弟弟 他会帮我付钱的 所以给我来一杯就好 以上就是SBS终于公布的角色年老模样 草帽海贼团目前只有三人没有公布年老模样 分别是弗兰奇 圣平以及布鲁克 布鲁克估计不管几岁都是一样的 弗兰奇和圣平的连老模样估计会很有意思 好了 本期的内容就这么一点点 我是阿金 我们下期再见